好 那么心童啊 这个做了二十年这个行业 应该有上千件的大体龙 算万的吧 算万哦 对 算万的 不管是统补啊 修复 遗体 スパ 化妆 对 这样子加种起来 上万的意思就是一年五百 我服务过一个月一百二十只 对不起 我不能讲只得一百二十位 一百二十位 一个月 一个月一百二十位的意思是一天四位 差不多 有时候日子好的前一天 可能就要我服务过日子好的前一天 要服务十一位到半夜 何谓日子好 就是 就是出告别式的好日子 的前一天 对 这样子 那叫旺季 对 真的我们会讲旺季 也会这样讲 那你喜欢旺季还是不喜欢 好难抉择 我不能这样诅咒 对 可是我们 殡葬夜也是有淡旺季 我们就是殡葬夜 其实就是一年四个节气 会带走一些人 对 那过了这个四个节气 像比方说四五月是淡季 九月十月是淡季 那我们的感官就是说 我们会看会听 会感受 对 那你自己是怎样的状态 我其实要服务特殊遗体 像比方说它是他杀 自杀 冤死 我要服务这些案件之前 其实我的身体是非常敏感的 我会冒冷汗 一直呕吐 可是吐不出什么 就是一直反胃 对 然后头会一直这样晕 为什么这样的状态 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应该是特殊遗体 要请我过来帮 请我帮忙 对 因为我觉得屡试不爽 都是这样子 对 像我这个月的二十五号 就要服务一个口腔癌 对 那所以我在 接到这个案子的前几天 我一样是有这样的状态 可是口腔癌是病死 对啊 那病死也会 会喔 就是只要是特 它并不是大体完整 或者是自然往生的一个情况下 我通常都会有这种感应 那这个心童曾经接触过 一个凶杀命案的遗体修复 对 它是七堵公墓双尸命案 对 那是很难 那双尸命案 这是一对老夫妻 然后他们是住在七堵公墓的旁边 对 对 然后杀他们的是 这个老爸爸的弟弟 好像是因为财产还是 有关于土地分布不均的 一些问题这样子 然后我服务这一位 就是服务这老妈妈 跟老爸爸这个时候 我是总共花了十二个小时修复 很难 十二小时很长 很长 对 很长 可是还是要圆满那修复这个老爸爸的时候 因为老爸爸的就是说他身上其实很多刀伤 他不是枪杀是刀伤 然后他的腹部是被 说被砍了三十七刀 对对对 他腹部是最深的 那当然相对就是说 在我们在缝补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我们是从内层 腹部的内层缝补到腹部的表层 对 为的是说为什么要缝那么细 怕说我们在搬动大体的过程当中 组织液会渗透出来 对对对 所以我们的弓会比较细一点 然后再来缝 内部怎么缝 就是因为它砍了大概 我这样目测大概有五六公分深 对 对 那我们就从里面的脂肪层先缝 脂肪层 然后再过来是表皮层 这样缝 这样缝上来的 从这样缝出来的 对对对 缝三层 对 我们缝三层 然后最后再用皮肤腊 把表层缝合的线盖住 对对对 这样做法 那听说修悟到妈妈的时候很不顺 非常不顺 就因为我们在妈妈 妈妈的状况很严重 它是头被砍到这样子砍 剩下这一块垂着的 垂着的 对 你说怎样 妈妈是被这样从后面这样砍 砍一刀 然后头盖骨掉了 然后头皮 这两块头皮是分开的 对 这样子 然后这上面这一块头皮 这样垂着的 就是这样整个垂下来这样 对对对 这边皮肤还溜着 还在 还在 对对对 砍那么大力 对 很大力 不知道多少的怨念这样子 对 那我们在修复妈妈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用 我们是用那个 我们是用三角针在缝合 对 那我们用三角针在缝合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做三角针 三角针就是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比方说 漂亮的小姐要去做医美 那他们 他们在 比方说割双眼皮好了 他们会用三角针 很细 因为三角针它有分尺寸 好 来缝合的 缝合皮 比较柔的 听给的 对对对对 这样 这个叫三角针 那我们是用磁针器夹着 三角针去帮它缝合 对对对 然后妈妈的话就是缝 就是怎么缝 我都会被扎 被扎到手 怎么缝 对 就是被三角针扎到 很不舒服 然后它后面的棉线 就会断裂 很奇怪 这样一直断裂 这老师一定有这样过 一定知道这样子 就断裂 一直重复的这样子 repeat 然后我们 我跟我的伙伴 其实都 现场都会知道说 不顺 可是我们不能讲出来 我们不能讲出来 然后我们就是 还是尽量的 因为我们要争取时间 还是尽量的 把这一场圆满 对这样子 对 后来呢 那其实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有发现到说 妈妈的头盖骨 有一小角的小碎骨不见了 因为我们 我们伤口要先清疮 对 那我们清疮的时候 当然会把脑浆 组织液 血 血液 这些全部清干净 然后再把头盖骨固定好 然后再缝合头皮 对 这样子 那固定头盖骨的时候 就是有那么一小角 大概这样子的头 头盖骨的小碎骨不见了 很奇怪 就是怎么找都找不到 包含湿袋 王者身上的衣服 还有帮他翻身 包含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是分两床的 包含妈妈那一床 我们也去找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可是时间不够了 对 我们只好说 那我们先赶快把后续的先 先服务完这样子 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遗体修复完了之后 我们会请家属进来这边做确认 确认就是说我们的伤口 对对对对 包含穿衣服跟化妆这样子 然后很奇怪的是 家属进来之后 我就站在旁边后面 因为要请家人看 那家人看一定会这样子环绕着 这样看对不对 我就站在后面请他们做确认 我就当头棒喝 有一个有个棒子 从我后脑勺这边 很可能敲一下 超级痛 好痛 我当场是叫了一下 可是我就 因为现场家属真的很多 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谁打我 对对对对 那我就这样回头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 就什么都没有 那我也没有想这么多 因为我熬夜十二个小时了 其实思绪 对对对 就不会去思考这么多 然后就在大恋 盖棺的时候 大恋盖棺的时候 妈妈的这一个棺木 没有棺盖没有办法盖 盖不起来 盖不起来 那李医师就请我在棺木 周围找找 就是说去看看 哪个东西没有弄好 或是说那个棺盖的按钮 扭扣没有酸好等等的 那我去看看绕了绕 我就发现到说脚边这边 棺木脚边这边 有一个一模一样淡粉色 偏白色的小碎骨 形状很接近 那我下意识就觉得 死了 我终于找到妈妈的 糟糕了 因为小碎骨在外 在外面不在妈妈身上 那我想说 还要死了你知道吗 然后可是想说 我不可能再把大体移出来 割开它原本的伤口 帮它再装回去吧 所以我就是把小碎骨 放在妈妈头部的旁边 那棺盖才顺利的盖起来 对 所以它搞不好是盖不好 或者是敲你的头是 提醒我 提醒你那一块 对 就是要给它 所以我发现到其实 像冤死的案件 我们真的不能无所谓 是 我们真的不能无所谓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